主持人,各位縣長來賓,大家好 我今天談的可能有點實人雅惠 從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 看看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想法 簡單講,台鐵這次事件之後 很多的建議都出來了 很多建議當然不只是在針對台鐵本身 要對政府單位嗎? 有剛剛張主任也提到 運輸安全委員會等等這些 還有本身台鐵是不是要做一些變革 出現很多的討論 還是很擔心商業化或民營化之後會出現一些問題 或者說如果不商業化或民營化或公司化的話 就不能解決一些問題 這當然都是非常值得討論的 這些議題其實也延續了十幾年、二十年 社會科學我們來談的話 還是想要進一步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就這些解決途徑的時候 我們是要解決什麼問題 社會科學是不是在討論說 在這些制度的變革之前 就是有幾個基本的問題 是我們需要先解決的 當然周竹仁也有提到 Charles Ferro Charles Ferro 我們寫這本書 其實那一本書已經距今超過三十年 當然它一版再版 那一版再版 原用的案例 或者說增加的實力的調查也很多 但是其實基本上來講 幾個基本原則可能還是不脫於那幾個 簡單一講就是說有問題就出在科技本身 或者說這個科技系統變成商業化之後 它是用資本主義整治 那另外還有貪欄的問題 那不過就台鐵的系統 或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飛行系統 或者說其他系統 就這幾個大型的運輸系統 對Ferro的研究來說還是比較可以控制得住的 那比較不能控制得住的話 或是說他建議甚至要捨棄掉的 就是其他的系統 就是說可能帶來的浩劫的問題 但是基本上他還是某種程度 認為飛行系統 或者說他沒有特別提到軌道系統 但是軌道系統 就飛行系統來講 就他的暗示是還是比較可以解決的 但是重點就是說 這個科技系統是可以透過一些科技的方法 科技的工具 或是SOE Protocol 這些可以減免掉很多 但是重點還是就是說 一個科技系統還是一個人的組織 人的運作去run的 那所以我簡單提他有提到幾個問題 就是說代理的問題 那就是說這個代理的問題有沒有辦法真正的解決 如果真正的解決 其實前面兩項也就是說成立運輸婚權文會 或者說民意化公司化 那都是接著討論問題 就是說如果代理的問題可以先優先被解決的話 或者說在這幾種形式之下也可以被解決的話 我們可能壓迫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 比如說不一定非要怎麼怎麼樣的制度化 或者說簡單講就是這幾個代理的問題 其中一個就是說很擔心的就是完美資訊 這個問題有沒有辦法被解決掉 也就是說台鐵自己本身有行車事故調查委員會 那當然台鐵本身大家都知道 陳文君監裁派的一個問題就是 他不可能一直說自己有問題 然後又邀請大家來達成 OK 那但是重點還是在說 如果運輸安全委員會成立之後呢 會不會也會讓這個代理問題放到運輸安全委員會 那我知道很多目前人也會類比非安會 但是非安會是非安事故調查委員會 比如說他是事故的調查委員會 但是我們現在如果是一個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話 顯然他就不是只是針對事故而已 而是平常的其他的眾多的事情 他可能都要進行去做一些研討或創新 簡單來講他不只是為了要防事故 他可能還會要增加安全 也就是不一定是要為了事故而去處理安全 而是為了安全變得更安全的時候 這可能是運輸安全委員會可能未來如果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們還是很擔心說 不管哪一種體制之下 還是會有完美的資訊這種代理問題出現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比較麻煩的也是 就台鐵的領導人來講的話呢 或者是這次事故當中也很常出現 就是會有幾個倫理價值的排序上面 進行扭曲的形象 也就是說 尼導人或者是司機 通常面對最直接的救責就是 就是物點啊 或者說停死啊 或者是票箱收入減低啊等等這些 也就是說這一些 形式的優先商業倫理價值 常常會凌駕在安全的價值之上 那我們如果成立就是說 我前面這兩點講的就是說 這些制度性的改變之後 就代理問題可不可以解決呢 那我們可能還是要 建議就是說要回歸到說 先談談問題 然後我們看看制度怎麼解決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當我們在談 就是說制度成立了之後呢 是不是要搭配的制度 就是說現在很多的歸結的終點就是 最後變成是 居住安全委員會 或者是公司化民意化 或者說維持行政機器 無論如何 最後還是會歸結到說 都制度化的形式的改變了之後呢 有沒有辦法有其他的配套機制 要跟他相處相稱 也就是說 剛剛彭文英老師也提到 就是說基層吹哨的問題 就是當VPU 以美國的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成立之後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配套措施 也就是說 有一個通報系統 那這個通報系統是 比如說司機 調度員 也就是說 基層的 可能 攸關安全的 操作人員呢 他是不是有一個安全通報系統 可以通到 譬如說 運輸安全委員會裡面 那但是這個是要匿名的方式 然後要積極處理的方式 那當然我講積極處理 也就不是說 就是說要層層上報 也就是 可能要 這是組織之間的一個信賴的 一個制度的關係 要建立起來 那當然還有基層跟管理階層的 這些創新的制度呢 是不是可以鼓勵基層 就是不只是對於安全 或者說被動安全 甚至是積極的安全 都可以透過匿名的方式 可以到 就簡單來講 就是美國運輸安全委員會這邊 的溝通的程度 那我在這邊只是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可能還是要思考一下 問題的本身 然後問題之後 我們成立的制度 或者說制度 我並沒有說哪一個制度會是最好 但是我們可能還是要回應一下說 制度我們如果做了一些改變 或變遷之後呢 我們有一些配套措施 可能是需要做一些一起的更動 下一張 那我講一下就是說 當然有一些 開始 就是 特別是歐洲 他們就開始有 一些治理的機制 希望可以把 剛剛我講的這些 就是 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這邊 關懷的這些事情呢 可以 結合起來 那看看怎麼樣處理 那風險治理是 基本上談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有一些潛在風險 有一些是不確定的風險 然後是一個複雜性的風險 也就是說 有可能有些風險是我們知道 但是不知道怎麼處理 或者說有些風險我們連 知道都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呢 他們有開發一些組織應該怎麼弄 那這個組織呢 重點就是說 不只是私人機構 不只是跨國企業 或是國內企業 也不只是行政機關 那他們希望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們探討 組織性變革的時候 之前呢 還是是以問題為導向 最後的 他們的 有一些成果的報告出來 是說 不論是哪一種形式的組織 如果要做一些風險的治理 或風險的 就是說 未來的控管的話呢 可能有一套的protocol 可能可以做啦 所以這是一個方向 就是先在討論形式之前 制度之前 先問題為導入 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沒有辦法明講 這些圖片 那我這下面有那個reference 大家可以參考 那我也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些protocol 或者說這些報告呢 簡單來講 也是這幾年才有的 那這幾年他們積極的在 在做這些研發 那有些 這些確實看起來很像是 汽車操作手車啦 然後 非常的細膩 然後告訴你 第一點應該怎麼做 第二點應該怎麼做 第三點應該怎麼做 那 當然以我們的角度 我們會想說 這個可能會適合台灣嗎 會適合 就是說 我們的公家機關 或者是 私人氣購嗎 不過我想這裡面 有些吸引人的地方 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如果大家看的 我下面參訪資料來源 會發現他們就是 如果是真的是找 那個 像雀巢啊 然後像OECD啊 或者說瑞士銀行啊 也就是說 各式各樣的組織呢 他們一起來制定一些protocol 然後覺得可能可以用得上 然後把case拿出來給大家參考 好 下一張 那 簡單來講就是說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說 看看是不是 可以從 我們講的 因為剛剛 張老師有提到說 昨天有提到說 我們其實十一年前 很早先在談 就是說 體制要改變啊 制度要改變啊 那確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當然用這張圖簡單來講 就是說 這個黑色的球 要從左邊 然後到右邊 就是從 第一個旅峻 就是第一個自己機制 跳到第二個自己機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左邊這個灰色的地方的時候 它有可能晃晃晃晃晃 很可能會跳過 會越過 那個 就是說 critical points 就是 就是 關鍵法的這個 但是有時候會越不過去 那這邊 可能要講的就是說 韌性這個是 有時候見得是完全正面的 有時候韌性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也就是說 在左邊的這個 球的凹槽裡面 這個韌性很強的話 就只會讓這個球 如果沒球 當作是 可能是台鐵啊 或者說 我們想要改變的 的組織來講 然後 這個反而我們需要做的是 希望它能夠 沿著這個虛線的模式 到了另外一個regime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那個critical point 就是黑跟 就是灰跟白中間的 那個凸出來的地方 可不可以儘量讓它 變得比較矮一點 或者說甚至就是消滅它 那這是政府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那政府可能要做哪些事情呢 那這個也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在工錢治理 就是上一張圖一樣 他們 歐洲開始發展了一些 一些protocol 下一張 那有幾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從剛剛那個 球 從左邊到右邊的話 就有幾個策略 那因為他們這個策略 其實也發展 我也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大概是1998年 可以正式的出來 大概是2000年之後 所以這個也大概是 這一二十年的事情 那這一二十年的事情 引起歐洲學界很大很大的討論 就是說如何讓左邊 跳到右邊 那要做哪些事情 那這一個角度跟剛剛的風險之一 就是剛剛那個第一張圖的那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就是說 政府可能可以做哪些事情 讓它跳得比較快 或者說跳得比較有效率 這樣子 那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這邊剛剛洪老師也有談到 就是說認知方面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重新認知一下 什麼是系統風險 那這邊 2000年之後 談的系統風險 用的詞是systemic risk 那跟systematic risk 是不一樣的意思 那systemic 就是說 就是這個組織 可能會跟外部的組織 外部的文化 外部的環境 做很多的互動 那這些互動呢 有些是我們可以觀察到 但是有一些呢 我們如果不能觀察到 我們要想辦法去觀察到 所以 開始 如果我們先認知系統 這一個風險的話 除了剛剛 就是洪文林老師 其實在今年的sdm的期待 也有發表一篇文章 他最後的建議是 擴大視角跟分析細節 也蠻推薦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不同跟相近的 其實剛剛 黃老師也有提到說 不同跟相近的領域的分析 那這個 簡單來講就是說 Charles Payer 在30幾年前寫的那一本書裡面 程度在哪 是剛剛有提到 有核能啊 化工啊 飛行啊 海事啊 等等的這些案例 這些案例其實有許多共同的地方 可能可以參考 那其實就我個人來看的話 就事故調查 其實我們確實有一些 我們本土的資產啊 譬如說飛行會 那飛行會的調查報告 就這幾天當然也是因為去年 呃 再把我突然忘了 就是看見台灣的導演 呃 對 齊博先生 但是如果大家注意看 呃 也不一定要被媒體簽證的時候 他會講說是飛行員啊 或者說啊 等等的這些 但是大家注意看一下他的報告 就是說 呃 他報告通常會有幾個部分 除了是給 呃 事故當時的技術調查之外 他還有給 譬如說民航局應該怎麼做 然後呢 民航公司應該怎麼做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部分 好 那因為 呃 OK 最後來講就是說 轉型專利管理有一些策略啦 那這一些策略呢 呃 就譬如說 他們希望在組織裡面 呃 有一些方法政府可能可以怎麼做呢 可能要改變原來的組織社會的 呃 使用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說 內部可能有可能 內部可能 呃 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成立另類的 呃 呃 團體喔 某程度 就我的權勢是比較像導彈者啦 就是說 你的組織裡面有一些導彈 他專門在想一些 跟現在組織 做的事情 不一樣的事情 那讓一些先行者可以去 去去做 那這些先行者呢 就是內部的這一些 團體呢 受到 引導者的一些支持 當然這裡有一些可能規範性很強 不過 呃 可能 現在在歐洲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喔 那可能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說 呃 他可以這些先行者 慢慢的會變成可以自我自理 也就是說 他可以影響到 呃 然後組織這個領導者可能還是要創造一個環境 讓先行者 可以有一個被保護的一個狀態 就是讓他去導彈 然後讓他導彈 然後做出一些新的ID 或新的想法 那 呃 呃 引導者也要做引導 但是引導並不是告訴 邪行者應該怎麼做 或什麼 做 而是要跟邪行者 要保持密切的聯繫之後 如果這些先行者 反而後來陷入 呃 路徑依賴的情形的時候 要引導出去說 呃 簡單來講就是 我要你更導彈 而不是是要你更聽話 那要引導到更導彈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這些我剛剛講的 就是這些策略或是運用啊 其實還蠻有賴一些 呃 社會科學家 特別是剛剛侯雲老師講的 STS的學者啊 或是說 治理的學者 或是組織社會學員的學者 一起加入 呃 呃 好 那我大概就報告給你們 謝謝 那最後提到的其實是 先行者其實是 類似Tresource的角色 Visor Pro 那Tresource的角色 這個在台灣各個部門 好像 都一直是被檢討的地方 因為我們對於風險的這個控管 理論上應該是要有一個Tresource的一個機制 那一直都缺吧 這個的確是一直存在的問題 坦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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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